上个月在彰化遭车撞伤昏迷的小姐妹传出了好消息 姐姐在今天已经醒了 医生和她的姑婆一起去探视的时候 让她睁开眼睛以及闭上 还跟她说听得懂的话就眨两下眼睛 都可以照做以让医生相当振奋 彰化县山港三国小陈秦三姐弟 在上个月22号晚间通过行人穿越斗时 遭到休旅车给撞飞 姐妹都伤重住院 有大批的民众帮她们集气祈福 现在全出好消息 姐姐的状况有很大进步 妹妹的生命迹象也逐渐稳定